我说我说我说好好久没见了这个呢这次的视频呢不是vlog也不是什么 这个奶爸大挖机这个呢就是开箱一下有一个观众寄东西给我给贵粉的不是给我啊给贵粉的就是以前啊他抽奖啊就是抽中他他之后呢他觉得 不知道为什么都会寄一个给我我真的先谢谢你先那至于名字的话呢我就不在这里公布了 啊终于就是你嘛谢谢你啊因为这个是寄给那个贵粉菜的是蛮不错的谢谢我现在就打开了 因为刚刚呢我不知道是谁我就打开了一点里面东西我没有看到的我现在呢就叫贵粉一起来看一下里面是什么 贵粉过来吗要不要拆这个哦人家给你的不是给我的哦羡慕妒忌恨OK贵粉在这里OK我们就先把它打开一个这么大的箱 哎呦真的大挖是从中国寄过来的应该是哎对中国好了刚刚刚我猜我不叫什么嘛 我说你猜哎呀真谢谢你啊里面有什么呢里面有这个是什么这个猜呀 写的哦那猜呀好这个是胶袋先第一包先放在下面先哈哇蛮多的呢哈这包是什么粉红色的 啊这是什么我给我上来这里 哦是零食首先呢是一个三枝松鼠 这个这个三枝松鼠 这个这个应该他买爱吃这个香蕉脆皮 OK 第二个 这个是什么 这个也是这个香蕉夹心饼 等下来给他吃一下这个香蕉夹心饼 这两个也是 还有哇 这个是 这个什么这个是 香肠吧 哇以前吃的鱼肠 这个起司味的鱼肠 啊不错 三枝松鼠的 这个属于三枝松鼠的 一个同一个公司的 这样看到 贵粉你喜不喜欢吃这个你看 哈哈哈哈 他说No他没有吃到 等下吃到就可以了 OK 这个也是一个三枝松鼠 and then and then 也是一样三枝松鼠 呦三枝松鼠 这个是应该是那个 呃 呃 那个桃吧 桃桿吧 桃桿吧 黄桃桿吧 等一下我会到时候我会试吃 因为先先看一下有什么 下一次再试试 哇送两个这个东西哦 这两个是 你也知道这个是一个手环 那那全部给你带 带一下送一个手环 你要给一个妹妹吗 要吗 哇 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一个和 这个是桃子吧 那个黄桃桿 这个应该我蛮喜欢吃的这个 好 第一道就到这里了 OK 第二道 哇 哇 这个什么 哇嘞 这个好像很高级 这个很高级 三反七向 呦 这个应该是福州式 福州式的 这个是明信片 这个蛮棒的 哇 好漂亮 你看 对不对 这个就是中国 知道吗 以后我们要回去中国 看一看 哇 哇 哇 好漂亮哦 这个给你们看一下 对啊 好 这个要尝好 这个很棒 好 这个先放起来先 这个不要给小孩子 小孩子一下子就搞坏了 哇 这个不叫什么 你就哇 好 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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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这个蛮棒的 我蛮想买这个的 谢谢你了 真的谢谢你 哇 哇 学汉语的 你看 看到没有 这个很棒 这个真的很棒 哇 那好 我读出来哈 嘿卡哥你好 这个是你写的哈 卡哥你好 我是一个来自福州的 不能说粉丝啦 是观众 我们是朋友嘛 You feel me 哎呀 放上你们的家庭的Vlog 感觉已经差不多一年半了 啊 从17年上一份左右 在B站那里看到你 陪伴我度过高三的 哎呦 有考到好的学校吗 每天都很期待你们的天心 哎呦 谢谢谢谢 看到贵本 我也说话 都现在鸡同鸭讲 看到妹妹牵手 哇 现在自己走的路 哇 谢谢谢谢 有太多感慨和喜欢 经常看到 你们家一起出去旅游 英国很多的城市 我们对欧洲产生了不少的向往 哎呀 各有各好 其实对的 真的谢谢你的关注 现在我们已经 哇大饿了 哦好 就已经看到了贵本的生日市面 嗯 谢谢 希望你喜欢 记得贵本好喜欢香蕉 哈哈哈哈 你喜欢香蕉 Banana吗 不要 你不要 刚才还吃Banana呢 对啊 Banana妹妹也喜欢 买了一些零食给她 然后一个玩具 给妹妹 两个 哦谢谢谢谢 妈妈实在 不知道送啥了 接收Eveal 微信片 哇她肯定很喜欢 那个明信片 再写不了那个 对 如果你来英国的话 真的要找我 我带你去玩 现在因为我 嗯 后天吧 后天去拿车 其实今天 昨天和今天就可以拿车了 因为妈妈说 要等她 如果不等她 我早就拿了 真的是什么都ok了 我的insurance啊 我的路税啊 还有所有的service都搞 全部搞好 就等我去提车 要等妈妈 但是呢 话又说回来 对不对 你这样写的呢 这是我第一次收到 我做这个生活视频呢 只是为了分享快乐 带给大家正能量 真的谢谢你 真的是 哎呀我真的有点感动 谢谢你哈 好了这个我真的很想买了 这个 对啊这个字 真的很棒 这个 文具文具 这个是认识字的 toy toy 要上睡觉 这个很棒 toy lovely 你要学中文了 这个 你看这个这个字 以后呢就可以写这个字 这里就可以插掉 要认字 人认对群 看到没有 个拳和 对 汽车的车 不要老是说英文 卡卡卡 这个很棒 good ok 这个视频到这里 这些东西呢 我会等妈妈回来一起吃一下 对 因为 要她允许才可以贵方吃 其实我等下 等她起床之后 我会给她吃这个 这个 对 两三天就搞定了这个东西 好 还有 我们下一次的vlog呢 我们要去 我们自驾游了嘛 自驾游了 顺便说一下下次的vlog 我们自驾游去一个 Brighton隔壁 一个海棠度假村 大概我们会带四晚 所以呢 之前呢没有拍 因为没有要 比如要上班啊 很多工作要忙啊 他们要上学 等到十月中旬的时候 我们就要去 就四天的vlog 大概可以做 四天吧 左右吧 的旅游vlog 我觉得蛮棒的 期待一下 因为那个酒店还蛮蛮不错的 哇 你不说谢谢啊 人家送你那么多东西啊 谢谢啊 谢谢啊 谢谢 所以谢谢 谢谢 妹妹过来 虽然不是送给你呢 你也说谢谢 我解个头发给他 说谢谢 谢谢 哎呦 你呢 人家送给你的 说谢谢 OK 那就see you next video 拜拜 拜拜 哦